梁兄 你这就客气了啊 不过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起了我的兴趣 敢问是何贺利 徐家退婚的告示 徐木亲自写的 请博焰和幻语兄过目 还真是退婚告示 梁兄 好手段呀 听说这个徐木他游言不尽 赖你一扶不上墙啊 竟然能被梁兄你搞定啊 哎呀 贤侄啊 你可真是喜意上天喜啊 佳欢不才 能为伯爵府出一份力 是我子爵府的荣幸 在这里就先恭祝 幻语兄报得美人归 也恭贺伯爵府更上一层楼 贤侄过谦了 这一次荆州文会才子齐聚 我伯爵府有两个名额 皆是呢就由你和幻语前去吧 多谢博焰此次荆州文会 加换定结局权利 与天下才子一道争修 养我伯爵府和子爵府的名声 写好了 刘兄拿去便是 正凡成终于拿到了 那就多谢徐兄了 我与徐兄弟一见如故 像是认识了十多年 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后会有期 我那几座改的 真是精彩啊 徐公子 是不是该回张府了 出来的时候 张大人特意交代过我们 让你早点回去 不行 本少爷好不容易 出来玩一趟 麻一顿白色几只 让我现在回去 何彦卢 靠我们徐家的钱发家 这生意做得确实好 听说何家新开了一家香料店 走 凑凑热打去 谁 你 男来的教花子 赶来打扰何小姐 滚滚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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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